事实上台北捷运战务人员不仅要负责巡逻 最重要的也拥有的是执法权 也就是说他们只要看到乘客违规 战务人员是可以立刻开出红单的 而且根据统计 北捷违规事项第一名就是吃口香糖 所以乘客如果心存侥幸 想说被抓到再吞下去也没关系呢 但是不行的哦 只要他抓到你 立刻就可以依照现行犯而开单 扶餐哦 永宁扶餐 这边 慢心替乘客指引方向 长达捷运的人对他们一定不陌生 这些战务人员不只在战区巡逻 还得不责月台管制疏散人潮 和化解任何突发状况 最重要的还有揪出违法乘客 违反大众捷运法 里面50条之一的相关规定的时候 我们会开立这个单子 你没听错 战务人员也拥有执法权 只要乘客违反大众捷运法 就可以现场让你吃红单 不过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想让违规者现行 标准配备一样不能少 哨子反光背心负责警示 还有无线电随时通报呼叫救援 必要时还得使用相机 留下违规市政 我们发生状况的时候 要把第一时间的照片 传给我们的长官知道 根据北捷统计 杰云镇违规事项第一名 就是吃口香糖 其次还有月台西系 跨越黄线和妨碍车门关闭 如果旅客想赖皮 故意把口香糖吞下去 或是吵着没相片当证据 也没用 因为只要是现行犯 站务员就能马上开单 就怕不听话乘客 扰乱秩序 站务人员化身纠察队 捍卫大众搭车权益 记者王李宁珍台北采访报道